我告诉你啊,不能吃辣,但又馋麻辣香锅的姐妹 可以试试这道不辣香锅,大人小孩都爱吃 先把土豆,莲藕切成片,水开,放一勺盐和食用油 把喜欢的青菜煮两分钟,捞出备用 再把各种丸子,大虾煮熟捞出来 油热倒入葱蒜,干辣椒炒香 然后倒入一袋酱香味的香锅料 它9块9有3包,可以做各种香锅菜 炒出酱香后,倒入煮熟的丸子和青菜 大火给它翻炒均匀 最后撒上白芝麻和香菜即可出锅,酱香浓郁,太解馋了 豆腐这样做不仅好吃,主要做法还非常简单 首先嫩豆腐先切成条备用 油热,下葱姜蒜,再倒入豆腐 老抽,生抽,蚝油,盐鸡精,胡椒粉,辣椒粉 再倒入一点清水,一起煮3到5分钟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又嫩又滑,还特别入味 喜欢赶紧做起来吧 我认为这才是丝瓜最好吃的做法,营养又美味 老人和小孩都非常爱吃 树上种的丝瓜,削去外皮切成段 然后再改刀一切四半,放入大碗中 加一勺盐,用清水浸泡一下,防止发黑 我每天分享一道家常菜,您可以留个关注 需要的时候能够找到我,泡好的粉丝 像我这样把丝瓜摆好,准备多一点蒜末 红椒丁,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加盐,鸡精,生抽,蚝油,搅拌均匀,铺在丝瓜上 上汽大火蒸上8分钟出锅 淋上少许生抽提鲜,撒上小葱花,浇上热油即可 这样做的丝瓜蒜香浓郁,而且清淡不油腻,我没有骗你吧 把五花肉放锅里蒸一蒸,出锅瞬间就是一道经典美食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五花肉上锅蒸熟,能轻松用筷子插进即可 然后用牙签扎99个洞,抹点酱油上色 油热下锅皮炒下,煎成这个熊样 然后再切成厚片,这样吃起来才更香 我每天分享都是简单的家常菜 您要是喜欢就点个关注吧 方便下次想吃不会做随时可以找到我 切好后放入砂锅中,放姜片,八角,香叶,干辣椒,十粒冰糖,一勺生抽,半勺老抽,倒入半瓶喝剩的啤酒,解腻增香,再加适量清水 扣盖小火炖55分钟,这样做的五花肉软烂入味,肥而不腻 你要是学会了,又多了一道拿手菜 以后这样的小鸡腿买回来,不需要焯水,也不需要躲快 你像我六就这么炒试试,一盆都不够吃 加一勺面粉抓一抓,泡10分钟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能够有效泡出里面的脏东西,泡好把水分转干 我每天分享都是简单的家常菜,您就点个关注吧 以后不会做,随时还能找得到我 油热下入鸭腿,煸炒至上色,然后放葱姜蒜子和小米辣,盐,生抽,泡油,翻炒出香味,倒拌瓶啤酒 啤酒不但能去腥,还能软化肉质,加老抽上色,扣盖炖15分钟,最后放青椒,开大火翻炒一分钟即可 这样做的青椒辣子鸡比饭店还好吃 天气是越来越热,餐桌上一定少不了这道凉拌菜,清脆爽口,比大鱼大肉还好吃 首先将黑木耳和腐竹焯水一分钟,垫入碗底,再准备一根黄瓜,把它拍扁 我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能不能给个小红星支持一下吗,非常感谢 然后加蒜末,小米辣,香菜,十几粒花生米,盐,鸡精,辣椒油,88粒黑芝麻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直接就可以开吃,你也动手做起来吧 很多人都爱吃水煮肉片,但是在家怎么都做不好 今天分享一个连湖南人都说正宗的做法,切好的肉片加盐,胡椒粉,料酒,一个蛋清,少许淀粉,充分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再淋上食用油抓拌,这样肉片会更滑嫩 油热放葱,蒜,干辣椒,一勺豆瓣酱和火锅底料炒香,炒出红油,加入适量清水 煮开后捞出料渣,加盐,生抽,蚝油调味,再放入我喜欢吃的配菜 我每天都会分享简单的家常菜,您就点个关注吧 下次想吃不会做的时候,随时找得到我 煮熟后捞出垫在碗底,这时候开小火,均匀地下入肉片,轻轻推动几下 煮个一分钟,倒在配菜上,放蒜末,葱花,花椒,大椒粉,锅热油,激发出香味即可 这样做的水煮肉片麻辣过瘾,太好吃了